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书法 在前面我们讲欧提凯书的时候呢 田老师基本上都是用中凯来为我们演示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欧书的小凯 首先呢,我们来请教田老师一下 小凯在书法当中有哪些价值 小凯呢,在实用方面远远超过中凯和大凯 我们知道古代呢,我们平常的书写工具就是毛笔 它呢,在书写过程当中经常涉及到红篇巨制,长篇大论 因此中凯和大字都是在实用方面远不及小凯 所以在古代的书法家当中 不能学好小凯,根本就称不上是什么书法家 它在立足于实用这方面 所以小凯的用途量特别广大 因此在实用方面,它是最有价值的 这是一点 另外呢,小凯在欣赏方面 因为富数多,所以千姿百态 这个各种技法表现的也都最为全面突出 所以小凯呢,在整个书法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现在听书法这两个字 对人民轻易的、单纯的当作艺术去看待 实际上,书法这两个字 更大的内容却是为我们实用在服务的 因此实用的问题,任何书都不会轻视,忽略它 所以书法的这个意义,还应该在青少年朋友当中 端正它,不要单纯看作为是弯弄笔墨 这是务必要弄清楚的 因此小凯在书法当中就特别有它的价值和它的地位 嗯,你们欧阳寻的小凯又怎么样吗? 欧阳寻的小凯基本是继承二王这一派 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中国书法史上 小凯的流派是比较少的 比如说,魏碑里面建造的小凯甚少 乃至于写《铁学》当中的严敦青柳公权等人 也很少见他们小凯 终于,像《传世之作》当中很少见到 淮苏啊,张旭啊等等 一些名家的小凯 看来当年,也许小凯不是十分擅长 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失传 嗯,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 小凯的基本风貌都是中王这一派 比如说,我们建造的这个 中游,王七枝,王献枝,俊恩小凯 和唐代的这个欧阳寻 这个李北海等人 还有这个唐人写金 这个元代的赵孟虎啊 明代的温正明啊等等 啊,清代也不发有很多 精于此道的一些书法家 可以这样说 尽管 历代都有小凯高手 然而基本是中王这一派 欧阳寻呢 就是二王这个体系当中的一个 啊,突出人 典型人 他的小凯 越发的这个逼近二王 那么,仅有的不同呢 是他比二王的那个小凯啊 更为坚实一些 二王的虚比更多一点 欧阳寻的实比更多 方比用的更多一点 但是总体来讲 和他的尊凯 也是虚实上有很大的差异的 嗯 但是总体说 欧阳寻的小凯更加规范 更加工整 二王的东西呢 更加华丽多姿 可以这样说吧 各有所长 各有千秋吧 嗯 嗯 那么您前面在跟我们讲 林帖的时候 您讲过 我们应该 应该连圆大 嗯 小字呢 也不是大字的缩写 大字也不是小字的放大 对 只不过就是在这个 笔仿上呢 有很大的差异 嗯 请您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小凯和中凯 在这个用笔的技巧上 有什么不同 对 嗯 我们确实前面 已经讲过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林的九成功 这样大的字 不可以再放大 不可以再缩小 嗯 在固定的字形当中 有一个固定的笔法 那么我们现在讲小凯 就把这个问题 很突出的说清楚了 嗯 在小凯与中凯之间的分别当中 以欧阳荀的凯述为例 欧阳荀 他在中凯当中 以方比为主 啊 以漏分为主 这个 以中分为主 那么小凯当中 有一条不变 仍然是以中分为主 但是 但是 在方比方面 却变得 不像中凯那么多了 应该说在小凯当中 方比应对量 相对少多了 而远比呢 增多了 嗯 这是一点 另外 实比越来越少了 虚比越来越多了 再有呢 就是 藏封 基本不实用 都是这个 虚封入职 也就是漏封入职 嗯 那么在这些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得到小凯为了清洁简便 为了迅速 因此 写小凯说 他的速度 要比这个写大字 或者中凯 要快得多 嗯 另外呢 这个奥朗体系当中 包括中少金 就写临飞金的那个人 他们写的东西呢 呃 多近乎于呢 这个 这个 形凯的东西 有一点 新书味道 啊 或者叫做凯心 而那群呢 更加这个 呃 凯化 小凯是这样 一比一般的人写的要公准 规矩一些 嗯 那我们学习小凯 对于我们整个的书法学习过程 有哪些意义呢 主要是对于中凯以上 大字当中这些个章法 起到很大的作用 嗯 啊 比如说 在写小凯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要春千上当的去写字 嗯 你写几十个字很少 当然是 呃 有个别的这个 古兵帖当中 几十个字里也有 这小凯会有的 但是 更多的是 红篇巨制 嗯 因为你长篇大任的写 就给你带来书写当中的 那种气息的连贯性 而章法当中一个关键的问题 是气息上的连贯 气息的连贯 章法上就出现很多难堪的局面 这是 重要的一点 其次 就是它在 呃 细腻方面 对 因为大字 中凯 坦荤不细腻 就看着粗糙笨拙 啊 所以大字当中还有细腻 这细腻 在列小凯当中 就能以加以对大字的补充 嗯 那么大字与小字之间互相那种 呃 连带关系 我们将来还会有时间再聚集它 您请问给我们讲 基本技法的时候 我看您好像基本都是用的这个中凯来为我们演示 嗯 那么学习中凯和学习小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简单的说啊 就这么一个问题 嗯 嗯 小凯和中凯互为基础 嗯 有个前后的阶段 嗯 那么在开始的初学者练字 学书法 首先要从中凯入门 嗯 啊 从小凯入门 会这个影响你的比例 啊 就是力度上的发挥 啊 在这方面的入门比较困 先从中凯入手 一个写不好中凯字的人 小凯 断定不会非常高明 所以我专门写小凯 我中凯大凯写的都很不好 这不可能不可思议 就说中凯一定要写好 中凯写好才能有力量啊 啊 然后到小凯当中 慢慢慢慢的适应 啊 把他这个 以小凯的形式表现出来 嗯 这有个过程 但是中凯入门最必须的 或者大凯 就都可以 那么 在小凯当中 他一旦写好之后 他又成为了中凯的基础 所以平常有些个老先生们 每天日课 主要是写小凯 你小凯做日课 嗯 这也就是书法的基本功 嗯 所以这个互相作用 我们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嗯 我们如果谈到欧书小凯 这一块当中 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嗯 十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简练着 谈几个问题啊 应该分三个方面的 谈一谈欧书的小凯 也就是欧阳群的小凯 第一个问题 就是赝品 就是说失真 因为失真带来的很多很多问题 我们也需要今天简单的说一说 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这个精品 啊 我们先谈到燕品这个问题 欧阳群现传的这个中凯字 中凯字帖 啊 应该说 都是真的 都是金的 但是说到小凯 这一边 可以说是 啊 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呃 比如说小凯当中的燕品 是常见 我们首先点出来 在欧阳群的小凯当中 典型的燕品 是苏玉华木之名 这是非常著名的 啊 这个欧阳群的一个伪作 假的 呃 粗略的看来 苏玉华木之名 也应该说是写OT字的人 但是是造假 啊 这个 原石 圆塌 我都见过 啊 现在 圆塌在山东 像 西里华木之名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伪客 是假东西 而拿着我们手来一看 就能看得出来 是假的 啊 当然这具备 呃 有一定的一个见赏能力了 我们现在呢 呃 方便在于手上的燕品 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另外的东西啊 比如说 有这样 这个 一本小凯 上边呢 就是直接说是欧阳群所书 呃 李这个画柱四 这个画柱四本来是欧阳群的中凯 但是呢 却有人作假 用欧阳群的名字改为小凯 词剑的基本是原句子 但是个别当中也有书 我们先拿来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我们眼前 这就是一个赝品 嗯 因为我们不难看得出 虽然自己很清楚 而且上面 描有令更令欧阳群书 和右数子李博耀志文 应该是李百耀 就算了写错了 李博耀 我们继续和他说 很简单的 看一眼就知道 是轻人造假 这是管割体 欧阳群的小凯 完全不是这种风貌 所以 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用来作为一种 这个范本去学习 那就是很不好 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就像这样的东西 尽管在这之前 啊 在这本贴之前 还有时候 这个 故意这个标明 是什么当代 画摊大师 李虎柴先生的藏本 然而仍然不可信 所以对这些个东西 还有待于我们鉴别 看准 这是画祖寺这个问题 这个小凯画祖寺是假的 啊 呃 我们在后面的讲座当中 还有专门提到画祖寺是怎么回事 把这个碑的过程 消息里介绍给大家 嗯 我们眼前摆着这本字贴啊 是署名欧阳寻写的啊 这个文言博目之名 实际上 也是假的 因为从字的规格上 体试等等 依然就看出是假的 为什么说他是赢品呢 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他 因为这水平呢 第一个可怜 和欧阳寻呢 呃 根本就是 爱不上的水平 他喜欢小凯 也就说 不知道我们作为一种范围去临摹 我们所见到欧阳寻的好的小凯 非常非常的劲道 那可以说是书法导库当中的真品 而这些东西看来 都很普通的 那么就您这么说 贱品当中都是一些低水平的东西吗 嗯 不俊然 这贱品我们也应该有一个中肯的分析 有些东西啊 就是欧阳寻的一些个 现在署名他的一些小凯 我们到现在还有些东西有争议 认为不一定准是他的东西 但是仍然好 这类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类的东西很多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拿到当范本去学习 嗯 是因为好 在初学者来讲 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 这个意义不大 不重要 而对我们一些专门搞研究的一些 当然 有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意义在里面 这些初学者 当初学习书法 就是以好就可以了 是好的 真与假无所谓 我学习是以字嘛 你属谁的名 都不是重要的 这对初学者来讲 因此呢 有很多的 属的名 很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水平就非常激动 这样是有的 在古代有些书法家就说 贱品无方 好的拿来 假的不要紧的 好的 好拿过来就行 它是有另外的意义 因此我们从学习角度来说 有些是贱品 但是仍然很精道也可以学习 像这个 它既是贱品 有没有什么很高的书法价值 这就是又一个问题 那么这是您讲到的这个贱品 您刚才还讲到一个诗真的问题 对 诗真的问题呢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看着这个字的规模 形体上 基本上是欧阳荀写的 但是诗真惨重 面目全非 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学习 我们现在拿来欧阳荀的小凯签字文 让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欧阳荀的小凯签字文 很著名的一本字片 其实小凯的人很关注它 实际上这个小凯签字文 有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字形失真太厉害 我们表面看字数并不少 黑白很清楚 但这修版的过程 特别是它不是原版 因为它是这个影印件 这个里边一些个修补的这个 几乎就更多一些个 整体说这个 这个签字文 我们现在无法判断是因为 刻实的问题 还是因为这个垂塌的过程 总体的字形笔画 都已经大量是真了 欧阳荀如果写小凯签写的这个样子 就不称其为是欧阳荀 我们见过欧阳荀很多精疲小凯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从规模上看 从气息上看 确定它是欧阳荀先 倒不当初是因为最后 这个有这个欧阳荀的 这个珍英冠十五年 特别是写着他的儿子 欧阳荀 叫善奴 善奴是欧阳荀的乳名 倒不都是根据这些个标号 来判斥是欧阳荀写的 整体规模上气息是他写的 但是看来这东西真太厉害 因此呢 对这些东西对初学者来讲 也可以暂时不灵 或者做一般参考而已 不仅是这一文 包括欧阳荀的九歌 就是小凯九歌 我们拿来看一看 这就是欧阳荀的小凯九歌 我们细看一看它呢 从气息上规模上 解体上比译上 应该说是欧阳荀写的 但是看来 当年的这个 课实问题 后来的这个垂踏过程 乃至于影印技术 可能在各个方面 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 以致使它面无全非 所以这样的东西 在开始临摹过程当中 都不做我们主要范文 在欧阳荀的小凯当中 有一些精品 那必须得 重点的加以临摹的 我们现在眼前放的这本 叫做欧阳荀小凯 皇帝因福经 这便是欧阳荀的小凯精品之一 所以我们应该重点去联系这些东西 自己写的非常美 我们看到这些和它的大字 完全是一致的 尽管在笔法上 沾法上都有所区别 但整体气息和仇踏之美 乃至于这个课实 都是成功的 因此呢 对这些东西我们必须重点学习 这又是欧阳荀的一本小凯精品 提目是原国道场 专塔下设立记 对小凯写的非常精道 所差呢就是因为啊 这个自己已经不清楚了 看来这个设立记的原貌 已经是失真比较严重了 但这种失真呢 主要是自然的风化波落造成的原因 所以自己的本身 还非常的美 应该在虚小凯过程当中 重点去临摹它 这是我们对欧阳荀小凯的 一些部分介绍吧 将来有时间我们再多谈 那还是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些小凯好吗 好的 谢谢大家 天老师 我看您直接就往纸上写 有些人写想法的时候 在打格或者叠格 这样做可以吗 这是可以的 这几种都可以随意选择 当然咱们现在这种写法 难度就更大一点 因为也没有横格也没有竖格 就一边写 一边心里做一点计算 还有的只打竖格 那样会怎么样呢 因为小凯 可以写成 竖格成行 很可以不成列 所以呢 这个小凯在这方面呢 从公正角度上 要求不像那个中凯那么严格 有些人呢 也像写中凯一样 大字小字呢 都打成格 有些人就只打竖格 不打横格 还有很多人呢 写说横竖格都不打 这汤子这么写 这要看也是一个水平的表现 对吧 好 好 依旱 你 小卡总体来说 速度上要超过中凯 不仅是因为字小 而且因为笔画 虚笔增多 速度也相对快一些 速度上来 这是毛泽东的一首诗 是他16岁的时候 做的一首永八诗 就是那个 这个 歌颂清八的一首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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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卡 不要太浓 太浓之后 心笔剧色 就 就 会影响 这个 字的连贯性 笔画 少的字相对用比较实一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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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